昨天3月16号高厅就判我因为毁谤了 对方要赔他们225万 对于这个数格是感到非常震撼 必须在我收到停令之后的7天里面 我自客要拿出那笔现金 这个数格是非常的高 这数目是太大了 我在这短短时间我是没办法筹到这个现金 就算我要卖房子卖物质 也要一段时间才拿到钱 虽然我一向来都想要坚持说一人做事一人当 但是这个我真是没办法 所以我没有只好向对外公众筹款 希望马来西亚的同胞跟这个争议站在一起 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 过去数年来我多次的帮助金字塔 金钱游戏受害者卸助他们 义无反顾 就如当初那个支撑为世界未来首富的张剑 民主帽 还有解救普通人 JJPDR Royal Go等等 我不为二势力 虽然我受到很多的旅行的压力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更多无辜的人民成为受害者 在2016年有一群求助者来找我 我就替他们卸助他们结果就介入这场官司 我有很多资深的律师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看到这个新闻都有联系我 说这个数目高到不可思议 有些就说要义务来加入我的上诉律师团 有人问说既然我昨天已经入禀上诉我的判结 为什么还有筹款 我这个就是民事跟刑事的分别 我的案是民事毁谤案 民事判了之后如果你要上诉你先要交给地方所判的那个数额 在我的案件呢就是我要赔的地方225万我要交给他 直到我上诉的结果成功还是不成功 没有办法无论怎么样我都要筹这笔钱 如果我做不到我肯定面对暴穷的官司 那时就无法继续为国为民在国会发声 无论如何我会坚持为人民服务 这笔钱我怎么样都要筹回来 当如果我真的上诉成功那可能是半年之后的事情 我拿回这个225万或者是比较少的数目 我承诺答应我所获取的监款 都监出来给复利机构跟教育机构 我也感谢入来我的支持者 今天早上我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有宣布的那个筹款的我的律师流的信托户口 那个筹款都有渐渐地来 十块钱一百零几一千零几 谢谢你们